小米 小米她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做自己的人 如果你们有听我们以前的节目的话 她讲话是毫不做作的 然后非常直白表达自己的 其实我觉得要做自己 首先就是要真诚不做作 但是呢这些也有一些诀窍 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现代有很多人都说 我很想做自己 但是好像有一些人是说我不敢 因为我怕得罪人 有一些青少年或年轻人 他们一直说做自己做自己 但他们的言语是很伤人的 让旁边的人都感觉到很不舒服 其实这就犯了一些毛病 他们没有真的做自己 我问小米 我说你觉得你为什么做自己却不会很讨人厌 他说两点很重要 为什么我做自己不讨人厌 第一个是我不自大我也不自傲 我做自己但我没有要自大跟自傲 我是很真实的面对不完美的自己 但是呢你会发现可能现代有很多人 他在所谓的做自己的时候 他是很膨胀自己的 他是用非常尖锐或者像刺猬一样的方式 在隐藏他内在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主要就是他自己都不能接受 他自己是不完美的自己 有缺憾的那个自己 这种自卑就透过一种膨胀自己 自大的方式显露出来 但是当我们能够回到很真实 真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些自大这些自卑都没有必要 我们是能够真实的去接纳我们自己 如果你可以真实面对不完美的自己 然后也有一种 愿意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这样子的态度的话 我觉得你的真诚 你的这种展现出来的做自己 绝对不会是自大或者是自傲的 而是充满自信 然后也是让人感觉是舒服的 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说 小米说我做自己 我同时也是尊重别人 然后同理共情别人的 我没有要踩别人啊 所以我的做自己并不是自我中心 而是我的做自己是说 我站在一个考虑你 也考虑我自己 一个双赢的角度下去看 所以当我做自己的时候 我不会惹人眼 因为我不是自私的 我也不是单单的自我中心 而是我同时站在 我可以保有我自己的这一个立场 而同时尊重你的立场 也同理你的立场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对错 当你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 根本没有对错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平缓地去发现自己的观点 也只是一种观点而已 然后别人的观点也只是一种观点而已 它不是真理 就是你要能够去发现 别人跟你是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面 大家都可以有大家各自的想法 然后你可以去同理一下别人 想一想为什么别人会这样想 也许他的一个背景 也许可能也有一些好处 也许是出于某一些原因 所以他会这样想 OK我尊重你 但是同时呢 我没有要附和你 我还是保留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意见 但可以互相的同时共融在这个社会里面